新冠疫情在升温疾管署公布 近一周本土重症疾病发症 一口气暴增817例 与上周相比上升30% 只是随着暑假到来 疫况恐怕还会更紧张 我们研判目前上升的一个趋势 应该会有趋缓或是一个持平 那我们预估呢大概是7月中左右呢 可能会进入高原期 然后呢上下震荡 缓步下降 这波疫情南部出现两例一岁左右男同重症 其中一名有先天心肺病史未接种过疫苗 6月中发烧到39度就医快篩阳性 后续出现声音沙哑 呼吸声明显增大 呼吸费力等就医后情况改善 但另一名男同較严重 本身没有潜在的疾病 也未接种过疫苗 6月中旬出现胃寒咳嗽 有弹呼吸喘的症状 急诊就医体温飙到40度 因为他有这个呼吸窘迫的情形 所以有当下就有插管 那受制到家屋病房治疗 那在这个住院过程中呢 发现他的意识状态 也其实不是很好 那经过检查之后发现 他有这个脑水肿的状况 所以医师也怀疑说 他除了肺炎之外 也有病发脑炎的状况 变种病毒免疫逃脱性 加上对细胞亲核力大 因此传播能力较强 太大医院也重启控床机制 让该住院的住院 该隔离的就隔离 XVV疫苗呢 对目前的流行的变异株 还是有不错的保护的效果 不止新冠流感更出现死亡个案 高雄一名八岁男童 十四号出现症状 塞检确诊A流 发病四天就死亡 同样也是未接种疫苗 医师提醒 高风险族群都该接种疫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